关心财经议题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的财经报名之 知名风险投资公司公布 上半年流入风险集资的资金规模 破纪录达到了533亿美元 金额创下了19年来的新高 而由于轿车外送和货运业绩不理想 全球共享轿车平台龙头Uber Uber来公布说第二季财报大幅亏损52亿美元 连带影响了股价创下历史新低 而因应美中贸易载 33家中国上市公司决定迁闯到越南 主要原因是近5年来 中国劳工薪资增加超过4成 达到月薪879美元 而台湾金管会公布 富邦人寿和保存人寿 由于被查出超过了5项缺失 将分别开罚3万多美元